韩丽微微一皱眉 便察觉到许多强大的气息 正从那里不断生出 越来越靠近 这时候一道尖利的声音 从生动中传出 语气中满是兄弟怨恨 文太岁老儿 你镇压本王这么多年又当如何 本王终究还是出来了 众人一惊 寻声望去 就看到一头身高十丈 浑身生着玲珑白骨的巨大妖魔 从洞口处一飞冲天 悬在了大殿的上空 当众人看清这妖魔的模样时 不仅倒吸了一口凉气 其浑身 白骨迎结如玉 身上没有半点皮肉的内脏 一颗颗硕大的头颅 与人族完全不同 看起来倒像是山羊头颅 背后还生着两道 白色骨翼 中间连着一层透明的翼膜 一下连着一下 不断地煽动着 韩丽放出神石 一扫此妖 发现其身上气息丝毫不比之前的 同时妖魔弱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白骨妖魔目光一扫下方的众人 缓缓地说道 九十二等 十方本王出来的吧 韩丽等人不知其意 都没开口说话 一脸戒备之色地盯着此妖 见无人答应 白骨妖魔的目光落在了蓝眼手中的蓝色布袋上 一双幽蓝色的眼珠 在白骨眼眶里咕噜噜一阵转悠 既然此物在你们手里 可见这封印的确是你们打开的 恩王虽为妖魔 却不是忘恩负义 不知礼仪之辈 你们与我有恩 这些幽碎钻 就赠予你们作为谢礼吧 说吧 他手掌一挥 指尖上就有一道蓝光闪过 虚空中便有七八枚拳头大小的幽蓝晶石 从中飞出 其上蕴含着阵阵浓郁的水属性法则之力 一看便知道不是俗物 众人见状 神色皆是微微一变 他们倒不是惊异于这些幽碎钻的珍惜 而是惊讶于这白骨妖魔的做法 白骨妖魔剑众人没有动作 语气渐冷 漠然地说道 你等话也不说 东西也不要 这就有些伤本王的面子了 说吧 他忽然手掌一挥 这七八枚幽碎钻 立刻被一股力量包裹 骤然射向中 伴随着一阵破空之声的响起啊 幽碎钻 瞬间飞抵众人的身前 其核心之中有一团幽黑的光芒忽然亮起 从幽碎钻中急速的膨胀爆裂开来 轰弄一声巨响 所有幽碎钻同时爆裂开来 化作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浪 朝着四面八方冲击而去 其中裹挟着它滚滚黑雾中 传出阵阵刺鼻的气味 其所过之处 连虚空都好像被腐蚀了一样 发出一阵令人牙齿发酸的嘶嘶声响 韩丽等人对此早有防备 各自施展手段的同时 纷纷向后避让 白骨妖魔冷笑一声大喝道 哈哈哈哈 敬酒不吃非要吃法酒 那本王就陪你们好好玩一玩 其话音刚落呀 整片的山崖彻底崩塌 一头头体型庞大的各种妖魔 纷纷从地下飞射而出 朝着韩丽等人冲了上来 由于山峰之外 笼罩有禁止结界 众人无法对让太多 眼见妖魔袭来 虽也不再退让 纷纷朝着下方冲来的妖魔 迎了上去 韩丽手腕一转 掌心中多出了一柄青竹风云剑 朝着迎面而来的一头气息强大 堪比太以后期的三手销 纵踢了下去 哎死啦一声啊 只见剑身上金光一闪 一道金色雷电 狂涌而出 化索一道金光雷电 划破虚空 展落在那头三手销的头颅之上 原以为其当中头颅应该应声而断 然而这场景却并未出现 只见那三手销头颅顶部 一道刺目的金光 木然亮起 撞击在了金雷光剑之上 只是脖梗被强压地向下一缩 反弹而起之后 就震开了韩丽的剑光 紧接着 其左右两只头颅同时张口 发出了一声利笑 两圈螺旋状的金色波纹 立刻从中狂涌而出 朝着韩丽夹击而来 然而啊 那螺旋金光 堪堪飞出百丈 就骤然变得十分缓慢 竟好似凝固住了一般 韩丽身后一道金轮亮起 身形瞬间 从两道金色波纹中穿过 身形飞至三手销的胸前 体内天煞镇雨宫运转而起 一剑破开起护体灵光 瞬间灌入心口 死啦啦 一阵金色电光从剑身上蔓延开来 三手销胸前的伤口顿时 是倒到金色电丝 狂涌而出 与此同时又有一片银色火焰 由外笼罩而上 将其整个包裹了起来 这一切看似漫长 实则呢 在韩丽时间法则助力之下完成 而在辟邪神雷和惊炎火鸟的 内外联合夹击之下 这头三手销妖魔呀 几乎是瞬息之间就允了命 相比韩丽这边只有一头妖魔骚扰 蓝原子和蓝炎那边那就热闹得多了 只见七八头太乙镜的大妖 全都朝着他们两个围惧而去 似乎对蓝炎手上的蓝色布袋 很是感兴趣 韩丽的心中微微一动 就明白过来了 那蓝色布袋 多半是和熊山手中的金剑一样 都是用来压圣祭坛尽制的宝物 品级自然不会差到哪儿去 故而呢被对方所觊觎 几头大妖实力凶悍 联手之下实力更是远超他们兄妹二人 蓝原子和蓝炎两个人呢 之前联手施展秘术本就消耗不小 此番自然是被逼得所知又错 节节败退 韩丽犹豫了片刻 正打算上前帮手的时候就见蓝炎 忽然目光一凝 抬手握住那只蓝色的布袋 一手掐绝朝着袋身上一点 其指尖一点蓝光亮起 那只蓝色布袋随便就剧烈地鼓动起来 带口处又隐隐有滚雷之声响起 一股蓝光漩涡从中陡然生出 韩丽的目光一凝 望向那带口之处 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就看到那漩涡当中雷光阵阵 里边竟好似有一座水雷大阵 这个时候蓝炎和蓝原子背对而立 忽然倾倒带口 朝向周围聚拢而来的众多妖魔 口中发出一声吏喝 去 去 这一声响起之后啊 其手中布袋口的蓝光漩涡 开始剧烈旋转起来 七八头蓝色水龙在此从中猛冲而出 张口朝着几头妖魔撕咬了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蓝炎忽然神色一变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看起来竟然是一副 仙灵力消耗过度的样子 韩丽看在眼里心中微微一惊啊 这蓝色布袋虽然铁定是仙气 可这品级终究有多高 才能让蓝炎稍一使用 就消耗如此之巨呢 从他的样子看来 消耗的似乎还不只是仙灵力 法则之力似乎也有不少损耗的样子 相比而言 此前那熊山已区区金仙后期之区 竟催动那柄大荒古剑 现在回想起来 着实透着几分古怪 韩丽啊正思量间呢 竟然又有一头妖魔朝着他扑了过来 哼 他冷哼一声 持剑迎了上去 两个人站在了一团 这边的蓝色水龙声势迅捷 行动之时 四周虚空似乎被一层 蕴含着水属性法则之力的光幕遮蔽 封锁住了那些妖魔的去路 其中 树头距离太近的妖魔躲避不及 直接被蓝色水龙撕咬住 妖魔口中怪叫连连 纷纷各施手段 疯狂地挣扎不已 却始终无法摆脱水龙 被拉扯着倒飞开去 只见其体型随着水龙的倒略 开始快速地缩小 最后 飞进带口之时 已变得弹丸大小 全都被扯入了布袋里 这妖魔刚入布袋 便陷入了其中的水雷大阵当中 整个蓝光漩涡立刻沸腾了起来 轰鸣之声震耳欲聋 不过几个呼吸之间 蓝色布袋里便有阵阵的惨嚎之声 混在雷鸣中 轰鸣里传了出来 而只是倾客之后 所有的声音收歇 那几头妖魔 已经彻底化为了飞灰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